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届可能会投国证 为什么呢?先拿一些好处 先拿一些好处 跟我们在德鲁云丹的补选的时候 有同样的状况 德鲁云丹的补选的时候 选民很明确的给我们知道 还有接来的四年 我们选一个部长吧 部长能够带来选取一些好处 那时候就是打部长牌 所以这也能够影响到一些地方的选票 所以就是对你们行动 对反对党而言说 就是选民接受国证的那套发展牌 就是所谓的派坛果 可以给地方拨款 就是用给你一些实际的好处 就是你现在可以得到可以马上看得到的 这样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就像我觉得说打从一开始 我想我们说西门 那么就把这个包装成一个公投 那就是说我对首相纳吉的公投 那包括了敦马帝也这么说 所以我想如果从一开始就打这个招牌 就把它我们说 打这么一场战的话 到最终的结果出来 对我们失败了 对 我们失败了 所以我们是打这个牌 我们从头到尾就是打这个牌 我们希望这个牌能够 overcome 那个地方上发展的牌 这个地方上发展的牌 每一场补选都有的 你们也是有心理准备 也是有的 只是我们希望那个 对哪级的公投 会压下这个地方上的 但是压不下 压不下 其实如果我们看了这么多场补选 从上一次的大选到现在 那包括了Kajian Move 所以在这里我必须说 我们非常清楚 那就是在霹雳州 当然是国阵 执政州政府 那么在雪兰儿呢 却是西门 目前这样环境呢 它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比较 尤其是你看到Kajian Move 所以我也相信说呢 不管是哪一个政府 我想我政府的工作就是要 以自己最好的优势 能不能服务人民 可是不是等到补选的时候 才来服务人民 为什么50年以来没有一个礼堂在那里 突然间补选 现在出了一个礼堂 我们作为政治人物 我们一定是立愿 所有的天时地利 任何 那么刚好补选呢 就是 让我们有一个天时地利 任何的情况 所以在这个情况呢 难道说 我们 当有这个优势 天时地利 任何的时候 我想呢 不管是哪一个人 我们 我们没有去一个新村 大家 都会这样子来做的 那当然 我们没有去一个新村 答应建立一个新的人 那当然 不不不不 我觉得说呢 如果是 对方 如果想到的话 也是会先做的 任何大臣 在其中一个节目的时候 他还讲 我们已经准备花红的数目了 但是 因为不要影响到 被被指控影响到 选情 所以他不宣布 不选过后才宣布 花红一个半年 可是 有人也是另外一个策略 不是那个策略 就是没有 就是没有 没有去 去用那个来讲说 你看我们学州政府多么的好 你们要投票给我 我想 他们 对不起 最大的问题是 在里边 我想 周大臣上台的时候 一边是 判 后选人 另外一边是 past的后选人 所以你在中间 我们说 当你 又要 又怕 顺德哥来 是少益的时候 我想呢 这个才是他们 最大的一个问题 他 他 可能没有权利 那个我认同 但是他已经公开宣布 全力支持 Pakata Harapan的 候选人 也就是Azhar了 所以这 这就不成一个问题了 然后那个第一点 第二点 另一方面就是 那个 在江沙是 讲的是那个 礼堂 在 大港呢 讲的就是那个 B型的 外劳的 准政 为什么一路以来 没有 连 连我们的副首相 自己的选序 Bagandato 他们移民很多 都没有解决那个问题 但突然间 在补选的时候 这个问题 就能够 解决 你看呢 YB 刚才YB一直讲说 是Jalun 一个 我们是Baya Raya 或者人民大会谈 OK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 其实呢 在其他的 差不多所有的 华人为主的 这些 PDM 我们都是 很多都是 超过千多个华人区 比如说 加南巴鲁 以前输了 571 这一次呢 赢了172 他翻转过来 是743票 所以这些种种啊 他不是因为一个 就是一个 礼坛 在Jalun 他就能够影响到 加南巴鲁 他就能够影响到 大概 在我们是5公里以外的 一个Talang 选区 还是说 在Talang 以前全部输了 所以 而且呢 我们不要忘记 当时 在我们江沙那边 37个 我们那边主要的 那个华团 非政府就是有38个 37个呢 出来全力的支持 国政政府 还是